很多拥护陈水扁的人 是希望说蔡英文能够使用他手上的权力 来特赦陈水扁 特赦有几个方面 他已经犯过的罪行判决确定的 让他不用服刑 以及尚未判决确定的 还在进行当中的 那这个部分能够把它免除掉 不用再进行诉讼 所以才会有今天立法机构里面 比较亲陈水扁的民意代表 提出一些相关法律规定的修正案 包括所谓的会计法 就是要让过去陈水扁 在公务基要会的使用上面 所犯的罪能够免除其刑 另外的陈水扁还有很多的案子 还在审理当中 那为什么拖那么慢 他说以他身体不适宜来审理的原则 就把案子搁在那一边 蔡英文你就无后顾之用 民意当然会逼他特赦 蔡英文也是一样 这人情为什么不做白不做 剩下的可能是带兴得 郑文在那里去收拾的 而且以后他们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两方面是在制造气氛 今天蔡英文 他的父亲以前就是政治人物 公开承认 收受过陈水扁很多政治献金 那他投桃报李 讲人情讲事故 所以修改这个法律 然后顺便的让这个蔡英文 有个法律的依据 可以来特赦陈水扁 我是认为特赦陈水扁的行程 已经排在蔡英文的施政的 一个主轴里面了